哈喽 各位君友戏院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欧 是一个敏感的人 做演员一定要敏感 不敏感是演不好戏的 小时候曾经在意过外界的评价 但是现在年纪大了嘛 就觉得没那么重要了 身边的一些别人的声音 其实对你来讲造不成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你活到今天你已经很明白自己 想要什么 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没有什么事情影响 会影响我演戏这件事 我对做演员这件事情是非常坚定的 也从来没有改变过 第一个有导演找我拍戏的时候 我站在镜头前去表演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未来不会离开这个行业 对 我也不会离开演员这个身份 张黎 萧科长 你回来了 你头发比三个月之前长了 张黎就是一个非常勇敢 机智 有智慧 对 非常有坚定信仰的一个中共女共党 一个地下党 无论从她的这个职业或者她的这个女人本质上的这些东西 她的个性 她对事业的这种坚定 我觉得都是很吸引我的 因为其实金哲拍起来还是挺过瘾的 因为这个剧本还是写的很有燃点的 所以在很多戏拍的这个过程当中 还是觉得有过到瘾的 对 有过到瘾的 然后跟若云合作也是很愉快 因为我们之前在综艺节目上有好的合作 所以这次演戏 然后也是一个这种破案啊推理啊这样的 所以就跟之前的大侦探有一些 重要的话在外面是不能说的 回家说 回家说还要进那个洗手间里说 要打开水龙头才能说话 所以有好几场戏我们在 在那个两三平米挤着的那个洗手间里面 当时拍的其实还是挺压抑的 因为那个戏的这个氛围也很压抑 然后我们俩也在在迅速的跟对方磨合 所以那间戏拍的挺有挑战也挺有难度的 但后来我觉得我们完成的还是很好的 说过其实还是享受这个表演的过程吧 因为你在演张黎这个过程的时候 你是有享受到的 对 因为这个张黎的这个个性 和他从事的这在戏里面一系列的行动 都会让你觉得很过瘾 然后你自己演起来其实也是很开心的 香蕾很美 很衬 其实每一个每一个年代都挺绝的 我觉得就古装也挺好的 然后年代也很好 然后现代我也很喜欢 关键还是看这个题材和类型 然后包括的角色吧 吴架琪是一个双学位高学历的一个新一代的金真女警察 对 这也是荧幕上从来没有过的形象 因为金真女警好像没有太多作品去关注过这个这个景种 对 所以呢也是一个很新的尝试 也挺难表达的 因为它只是一个智商很高 但是你要在很多的这个境外追逃的部分 想要让吴架琪有很明显很突出的表现 其实还是挺难的 对 所以这一期也挺有难度的 之前的曼春啊 秦班若啊 然后刚刚播完的张黎 还有之前的苏顺青 我都挺喜欢的 其实我觉得我还运气还不错 遇到了这些我自己本人很喜欢的角色 然后演起来也真的觉得有过到瘾的角色 其实对于演员来讲是很幸福的 摇映人间冰雪样 暗香幽浮取临江 辨识天下英雄鹿 俯首江左 有梅郎 女演员的年龄有什么问题吗 女演员的年龄没有问题啊 因为每一个人的年龄都是 从小到大要逐渐老去的 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 问题是市场应该多给予女演员 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机会 其实女演员从35岁到45岁 其实是一个非常黄金的年龄 因为她的阅历和她的经验足够累积到今天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中间段的年龄 在这个黄金的年龄里 如果市场给予更多的机会的话 我觉得女演员能创造更多更多 更精彩的角色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真的不是你自己怎么样 其实可能大多数是整个大环境给你的影响 有的时候内心的焦虑其实是以环境造成的 对但是其实作为演员来讲 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我们只能以不变应万变 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 以前可能考虑剧本是最主要的 当然现在剧本也是最主要的 但现在可能我们会考虑说 制作方啊发行方啊 最终因为大家都不希望我们努力拍的这个作品 然后被埋没掉 然后被播出来 其实是会遗憾的 所以现在会担心说 这个戏拍完以后 什么平台播出 对可能会考虑这些 事到如今你都已经知道了 那么往后心该向着谁 你清楚了吧 我没有什么事情影响 会影响我演戏这件事 我对作演员这件事情是非常坚定的 也从来没有改变过 我很幸福 我很开心 因为我梦想成真了 对 因为你从小就想做演员 你长大了 然后不管经历过一些什么样的曲折 那你最终还是在这条路上一直走着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坚定感是幸福的 第一个有导演找我拍戏的时候 我站在镜头前去表演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未来不会离开这个行业 对 我也不会离开演员这个身份 是一个敏感的人 做演员一定要敏感 不敏感是演不好戏的 小时候曾经在意过外界的评价 但是现在年纪大了嘛 就越来越 就觉得没那么重要了 对 身边的这些 一些别人的声音 其实对你来讲造不成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你活到今天 你已经很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天底下每个人都有他的牢笼 那把尖就是我的牢笼 我觉得他们对女演员的这个年龄和女演员的皱纹 和女演员的老趣 我觉得其实是不那么容易接受的 而且也不那么宽容的 但是其实 女演员的面部表情的变化和脸上的皱纹 我觉得都是岁月给的积累 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很宝贵的财富啊 不是一个那么善于做计划的人 但是未来的期盼 还是会希望 可以逐渐的完成自己的一些小心愿吧 比如说你在拍了这么多年戏以后 你有一些自己想要去达成的一些小愿望 比如说什么样的题材 你自己很想演的 但是没有人找你 或者是没被开发到的 然后自己未来想要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五年后的自己啊 希望还是一样的不忘初心吧 我觉得还是坚持自己想要走的路 然后还是这么美就好了 是要好好感谢大家的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都那么支持我的角色 然后也真的在我每一次的 每一次的戏出来之后 他们都很 不是单独的关注我本人 而是关注角色本身 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感恩的 然后也谢谢大家一直陪我 然后未来的路我们一起走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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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